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极品夫妻 这是由一对夫妻主持的谈话性节目 希望在聊天的过程中 带给大家欢乐的时光 我是薇薇 我是徐宝宝 欢迎通过Facebook联络我们 在脸书搜寻极品夫妻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咯 这集的节目我们要聊一聊 苹果2019年3月的发表会 就是昨天的发表会 春季发表会 我还熬夜看 不过实在看不下去 看到一半就睡着了 早上又重看 看重播才看完 这次的发表会跟之前的发表会都不一样 对很多人都说 整个都不一样 就是风格不一样 然后发表的东西也都完全不一样 跟以往的习惯 通常这个时候春季发表会应该会 着重在硬体上面 可是这一次发布的好多都是那种内容 软体的部分 是在谈这个公司 Apple公司推出了各种服务 对服务 Service 嗯哼 就这次就完全没有这个3C 有电子的产品 不是这样的发表会 对啊这次的话 发表会有四个重点吗 对有四个重点 有什么 我有Apple TV Plus 他们的电视影集 然后有Apple News Plus 他们的新闻的服务 还有Apple Card 他们的信用卡 还有Apple Arcade 他们的游戏订阅服务 这样 那这些主题里面 他们占最大篇幅的 应该就是Apple TV Plus 我也想从这个最大篇幅 这个主题来谈 好 一句话解释 这个就是Apple想要推出 像Netflix一样 他们就自己出钱 拍原创影集 大家要做这个事情 那Netflix他们的那个影集 他们请的演员 可能不是很大咖 他们可能比较重剧情 Netflix同意吗 对Netflix同意 Apple不一样 Apple他们是都请 好莱坞的超级大咖来拍 像他们就请到 史蒂芬、史匹博来站台 还有请到 珍妮佛、安尼斯顿 好多人来拍 他们就是想要走Netflix这条路 不过是奢华的Netflix 就是超级大咖Netflix 是维持他们那种在顶端的那种 上流的感觉啊 对啊 很贵 我们很贵那种感觉 对啊 你觉得呢 像会成功吗 你会想要看吗 我蛮好奇的啊 嗯 嗯 他们推出这样的这个服务啊 我觉得是 基本上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 这个方向 因为是iPhone啊 或者说智慧型手机 已经发展到一个瓶颈了 就是之前 很多人没有智慧型手机 那大家现在都有了 智慧型手机啊 就很难再有那种突破性的销售 所以公司啊 为了要持续获利 所以就提供服务 所以 他们现在又赚了蛮多钱 就开始自己花钱来拍这影集 要走这个服务 要走 像Netflix这样子的这个路 我觉得蛮不错的这样子 我觉得不是 不能说是整个手机市场 没有突破性的销售 你看Sansung也是常常推出 让人家觉得很惊艳的产品 我觉得不是 是推出很惊艳的产品 但是 真的 会 销售量 没有办法再往上突破 好像 现在那个 手机的销售量就渐渐的往下滑 可是Apple连经验的产品都推不出来啊 也是 其他像Sansung他们也是在下滑 整个手机的市场是在下滑的 太多牌子了吧 太多选择了 对 而且现在便宜的这个手机 它的功力也超强的 嗯 所以 Apple就想说 要走这条路 我觉得是 很可以理解的啦 觉得是 没错 这样子 走这条路是没错的 虽然我可以理解这个心态 不过 那个发表会做的真的很 很糟糕 做的非常糟糕 他就是请 很多好莱坞的大牌的导演跟明星站台哦 他们是 真的站台哦 就站在台上 每个人给他一小段时间 然后 介绍他们即将在Apple平台 要推出什么样的作品 然后 在介绍的时候 那个背景啊 都是黑白的照片 比方说 珍妮弗·安妮斯顿上台的时候 背景就是 珍妮弗·安妮斯顿黑白照片 然后感觉好像 桑李你知道吗 如果你真的有看 那个 对 然后 而且他们这一次很多服务都是 什么什么plus 然后 他就搭配那个plus 那个十字 对 十字 然后跟那个黑白的照片 更像那个 更像桑李 像告别式 对啊 还是外国人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 外国人也有类似告别式的仪式啊 对 他们为什么会选黑白的那种配色 真不知道 觉得黑白很有质感吧 不会让人想到桑李嘛 然后 而且他们在介绍他们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我都 我都觉得超无聊的 我 我看到那个以后我就 我其实不会想要看 如果这样的影集真的出来的话 我真的不会点想 介绍什么作品 就像珍妮弗·安妮斯顿 他跟另外一个 隐心他们就合推出一个影集 在讲 他们当 就是他们在演一个 早晨的这个晨曝的主播 晨间节目的主播 是已经在播的吗 还是 没有没有 他们想 讲说他们将有一些剧照 哦 Apple TV Plus上播的 就配合那个剧照 然后那些剧照也是黑白 我忘了黑白 反正他们就是 大概介绍一下他们 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就对了 是什么抒情的那种影集吗 还是什么 没有他说会讨论一些什么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像你大家看到那种影集一样 讨论各种议题啊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方向跟我们喜欢的类型不一样 才这样觉得吧 因为Netflix播的都是我们喜欢的那种方向的主题啊 也是有人喜欢可能就喜欢 就像这样的 然后有人很喜欢珍妮佛爱尼斯顿 他们就想要看Apple TV Plus 对啊 没有喜好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事情啦 就是 而且他们家又不是Apple TV Plus只有放他们自己的原创内容 他也有整合HBO啊还有整合什么其他的 他们整合那HBO的意思是说 就是如果你要看HBO的话 你还要付钱给HBO 还另外付钱啊 对 他不是定了那个服务就可以 有不是 他是这个服务有这样的内容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Apple TV上面也有HBO什么的内容 可是如果你要打开来的话 你要付钱 他要说 他有两部分 一部分叫做Apple TV Channels 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频道 那些不同的频道就是HBO啊 还有Showtime 像现在都有的 Showtime 他只是把它整合在 又把它整合在一起了 其实本来就 要怎样整合 本来不是就在Apple TV上了 他可能要 我们家那个古老的Apple TV打开也看得到啊 他现在把它整合在一个App里面 就一打开里面还有其他的选项这样子 是有不要吗 这个 所以他们 这个不是他们的重点 所以看到HBO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就是订阅一个服务 然后都可以看啊 像Netflix 不是 他是 他是标榜 其实我觉得他标榜也是没啥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付你想要看的 比方说我想要看HBO 你就付HBO的钱 我想要看Showtime 我就付Showtime的钱 不跟现在一样喔 这就是一样啊 所以其实没什么经验的 所以他的经验 他只以为是放在第二个部分 所以其实您 您刚才讲的那个老婆讲的HBO 是更没这回事 就是本来就有的 他只是延续现在的服务而已 再把它拿出来讲 嘿 这把它整合在一个 他这别讲我还以为他就是说 就是 就是本来的Apple TV就有了 所以他 现在他们自己拍的影集才叫Apple TV Plus 更多 更多 所以就是他们原创的内容嘛 对 他们准备要拍的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 我觉得 不仅是配色 然后 或者是他们讲的内容 没有吸引 可能有吸引到 很多其他的人啦 但是我是 我的话没有吸引到我 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找Stevens People拍欸 对 对 我觉得 可能很 我就是觉得那黑白照片 然后 配上那演 可能是很不错的影集 但是 他们那样子呈现啊 就是 黑白照片配上演员 说我们 欸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这样我觉得是一个 蛮糟糕的呈现 我觉得那是你自己喜欢缤纷的颜色 因为Apple一向都是喜欢简约 不是黑就是白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呈现不是很稀奇的 他们就是 这样子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 那个 发表会就是有好几组人马 这样子 然后都用一样的方式在讲 那不然要怎样 哈哈 我讲你的整齐啊 我觉得 他们应该要 把它拍成一个影片 然后那影片里面全部都是 很精彩的那个 哦 片段 片段 然后你就 哇塞超想看的 或者是剧照之类的 对 你知道那种 好莱坞他们都会剪那个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其实他们有 哦 其实他们有 只是他们那个 我本来想说 我本来想要想说 哦因为他们还没开始拍啊 他们有 可是他们有做一个这样的那个剪片 可是他们那个 呃 有点点就对了 因为我还没有时间 从头到尾看完 整个发表会的那个内容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播了什么画面 跟有没有 有播什么样子的 内容 所以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你到底说的是 我觉得你就是很主观啊 不吸引你 就是不见得不吸引别人啊 是我自己的主观的看法 然后我觉得 他们那个 大概有十组哦 十组的这样的演员 然后上 还有有些是 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 这样 我知道有水行侠上去 我知道有史蒂芬 然后我知道有那个 Ron Howard有上去 然后其他的我 很抱歉 可是 少见多怪 对 美国的观众可能觉得很兴奋吧 那我就觉得 哦 这样我不知道 然后一大堆这样的人上去 然后都在讲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我就觉得 整个场变很无聊 好像是那种 你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这样 呃 要做分组报告 然后每一组的报告都很无聊 然后还一定要坐在下面听的感觉就对 嗯 而且我觉得 呃 他们上来的时候啊 在介绍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感觉 都 感觉他们 并不是真的很想要拍这样的作品 那感觉是 哪个感觉 就是那感觉好像 Apple给他们很多钱 然后所以我就来了 什么意思 啊就是为了钱啊 不然呢 哈哈哈 他们讲说 这个里面有什么什么 就是他们讲的很 很 就是 假装很高兴 这你可以 感觉出来好像 并不是这么高兴 说 你可以看出来 他们的内心就是 哦 就是他们 那 为了那个钱来了 像 歐普拉也有上台 歐普拉上台的时候 Tim Cook有抱他 然后还是 呃 有 有泪说哇 你来好感动那样 我会想说 是不是花很多钱 然后Tim Cook 花到心痛才流泪 歐普拉应该花很多钱 就整个 是吧 不管干嘛 流泪啊白痴喔 通告都敲好了 什么叫做你来真的很高兴 哈哈哈 什么意思 就整个发表会 就是很多好莱坞的明星站台啦 我觉得 很没有Apple的精神 你说Apple是什么精神 Apple就是有 很有创意的公司 对不对 如果可以展现 就是他们在这一段 就算要请这些大咖来的话 他们可以展现说 我们想要拍一些自制影集 我们想要走这个地方 走走这条路 但是我们也会拍很多 有创意的影集 你知道吗 就是能够展现那种 Apple的创意 让我们觉得 哎呦我们拍的这个东西 跟Netflix真的不一样 有创意跟大牌又没有冲突 是没有冲突 他就是花钱砸了 请大牌来拍了 那你不把那些大牌端出来 是白花那个钱喔 对 那整个感觉就是 我们花很多钱 请大牌而已 而且他为什么要强调 他跟Netflix不同 根本就不把人家放在眼里啊 你干嘛要强调对手啊 在自己的场子上 把对手端出来 就是不对的好不好 对 他们不会这样办 可是 呃 他那样子的感觉 让我觉得 哦 这样子 觉得 应该是我主观的感觉 我主观感觉就是 不会很好看 我没有被吸引到 这样子 可是他都把大牌端出来 所以大家就是 会为了那些大牌 没错没错 老婆讲的对 可是 对我来讲那些大牌就是 只是 因为他们那么大牌喔 所以他们都已经老了 就也许有很多人想要看 珍丽福安女士顿 然后也许很多人 你讲这话真的很超不客气 超不客气 而且超毒的 我跟你讲的一定会下地狱 因为被拔舌头 我都不想看他了 然后我不想 反正我觉得 他一上来介绍他的时候 介绍他自己的那个秀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呦完蛋了 这个会完蛋 Apple完蛋了 这样子 然后我 我觉得他们有 有可能会成功 有一个可能会成功 怎么样 讲你讲 我听看看 有什么高见 我可以预见他们会失败 不过有一个可能会成功 讲讲 什么可能 啊 稍后再说 节目结束什么来说 为什么 那大家听完了才知道 我要讲什么 一定是没有什么爆点 一定有爆点 大家继续听下去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这个Apple发表会的 呃 第二个这个主题 就是 Apple News 新闻 Apple News Plus 他本来就有一个 Apple News的App 对 就是看新闻 可是呢 目前Apple News的那个App 是 着重在新闻上 而且只有美国的新闻 对 只有美国的新闻 那他现在的话 推的这个新的 Apple News Plus 就是 整合新闻 还有报商杂志 对 就是如果你 还有各方的 他可能会跟陆续跟一些出版社合作 放一些书 电子书 就是如果你 呃 每个月付300块的这个会费的话 9.99美元 也就是9.99美元的话 你就可以 透过同样的那个新闻App 看到300本以上的杂志 对就是 那如果是书的话没有 书的话会在那个 Apple Book iBook 嗯 之前叫iBook 现在叫Apple Book 改了很久了 没有在用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那个数位杂志哦 就是 就是 会配合iPhone或iPad做调整 嗯 就是不像纸本一样 就是封面 可能会有动画 对啊 他说封面会给你动一下 好像那种哈利波特 大家有看过哈利波特吗 照片都会动 对照片都会动 那样子 然后内文的排版 也会很特别的设计 按照你的看了 观看的装置不同 有不同的设计 那推出的话 会先在美国推出 然后再来在 加拿大 美国加拿大 然后 年尾的话 年底的话 可能就是在澳洲跟英国 嗯 那如果真的有中文的版本的话 欸 老婆觉得呢 你会订阅吗 不会吧 哈哈哈哈 我看新闻 我就是看那个啊 我也是看苹果 看苹果日报 哈哈哈哈 没有要看杂志 没必要吧 我也是这样 我真的要看杂志的话 我真的会去买一本杂志欸 我不 我不想看 电子版的啊 这样你是 很老 很old school 就是我真的想看杂志的话 我还是想要看一本真实的杂志 可是 9.99美元 好像也是可以试一下啦 而且他又 那个 第一个月免费 对 而且不是 我不是说第一个月免费 他那个 家庭共享 又不加价 对 那就是 买一个服务 可以六个人看 对 就像你们家庭都很喜欢看 就看杂志 或是可以看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有没有一起合买的啊 对 大家一起share啊 对 一起share才多少钱 不知道多少钱 他 就是个人是300块 他就一起 家庭号报 没有 就跟你说不加价 我刚刚不是讲的吗 对 那就是 如果六个人的话 没有 Apple的这个家庭 只有五个人而已 所以每个人付六十块 五个人是五个家 五个成员加你六个啊 是这样吗 我记得我查到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 就是 付五十块到六十块中间 之类的 你就可以看杂志 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适合就是 像有些人他就是可能工作需要 或是他本身就是对这些很有兴趣 他可能 一天会看个好多不同版本的杂志 可能财经杂志或什么的 像很多人 从事财经方面的工作 他很需要看不同的财经杂志啊 这个就很适合他们 对 就是看 就是族群啊 或是时尚工作的 或者是 你就是在 杂志编辑上班 或是你相关的那种时尚产业的 对 就很多都需要看这样的杂志啊 然后他要看各家不同家的 那你当然买纸本就很重麻烦啊 没错 那你又一个月才9.99美元 可以看那么多 不过现在只有在美国 而且好像 没有打算要是中文版本 对 白搭 你想看的话 你就是要用 美国账号 然后你还要跨区 还有美国的那个信用卡 对对 还有美国的信用卡 对 好 这样 Apple News Plus 没有缘的Apple News Plus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另外一个没有缘的产品 是 Apple Card 还不至于没有缘 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来 对 不一定啊 就是Apple要发展信用卡的业务啊 叫 Apple Card 他是跟那个万事达 Master Card 混作 然后推出一个叫做 Apple Card 泰金卡 然后他是强调说就是 嗯 你可以在线上申请 然后用他的那个钱包的那个 App 然后 就可以 在有 Apple Pay的地方 可以使用这个信用卡 那里面的你的所有的消费明细 跟资料 还有店家的完整的资讯 什么他都会帮你记录起来 然后你还可以用钱包的App 去整合你的财务状况 然后还可以每个礼拜看报表 什么有点美的 然后掌握你的花钱的情形等等 然后就强调这些 然后还说就是 什么 回馈很高啊 什么趴数 然后你在Apple直营店 花钱的话 三趴 三趴回馈 然后其他普通的 两趴回馈 一趴还是两趴回馈 之类的 然后 然后如果说 像台湾 其实 并没有到很普及Apple Pay 就某些店家有而已 或者是某些通路 有而已 所以 如果你不是 在使用Apple Pay的地方消费的话 他其实可以申请实体卡 对 对 就是好像一般的信用卡 一样的使用方式 对 所以他也有实体卡 有够丑的 哪会啊 我觉得还好啊 哪会丑 天我觉得超丑的 这是你自己 很喜欢缤纷的东西 超丑的 美感都不一样 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反正不管怎么样 也是 然后还有最重要 它是免年费 好 那如果真的可以用的话 你会用吗 你会办一张来用吗 你觉得呢 嗯 它回馈蛮高的啊 可是还是 可是还有很多 别家的信用卡 的回馈也不错高 我觉得是看 还是一样看需求 因为像现在市面上 很多信用卡是 如果你常看电影的话 你办这张卡 就是划算 那如果你常网购的话 你办这个卡 它就是划算 所以很难讲 我觉得要看 需求 也可以办一张来 然后如果我们要去买 Apple的商品的话 在直营店用 是不是 3%回馈很高 嗯 尤其像 Apple的产品 单价都那么高 你看那个回馈 对 所以也许是可以办一张 那就是 看你的用途 否不同的用途啊 我自己的话是 有点 存疑就对了 因为 就是 Apple Pay 以前有被hack过 资料有被hack过 对 所以有点危险 然后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办 Apple Card的话 那被害的人 那些钱都拿不回来吗 因为像信用卡到刷的话 也没问题 你就是回报 银行 然后他们会查清楚 也不会扣你的钱啊 反正我 这个相关的机制 应该都是有做的吧 那么大一间公司 反正我对这个 还是有那个 存疑就对了 而且我觉得 Apple的 安全机制 已经做得比很多公司 好很多了耶 嗯 不然怎么样 现在就是只有美国办得到 那现在就是网络时代啊 对 现在没有说现在还没有办 现在只有美国办得到 对 我是觉得 等到真的 真的可以办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可以拿来 买Apple的产品 我觉得还不错啦 而且它也不一定 你一定要申请实体卡 你就是 就直接在那个手机上面 就直接在那个手机上面 就申请就好了 对啊 反正你只去直营店的时候 才要买 你就是用 也不占你空间 你就是有手机 你就可以Apple Pay 嗯 我觉得是可以啊 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 聊最后一个这个主题啊 就是Apple的这个 Arcade服务 这个是这 游戏订阅服务 这是这场发表会里面 最吸引我的部分 就是 每个月你花固定的订阅费 然后本来 就可以玩本来要 花钱买的游戏 说是有一百个以上的游戏 可以玩 可能Apple都会 就是帮你把关啊 就是 比较 你玩到的都应该会 是质感不错的游戏 这样 而且它就说 不会有广告 对 嗯 觉得 因为付钱的游戏就是 也不会有广告 这样子 所以其实没差 可是有一些付钱游戏 也会有那个 就是 你还要在里面 在花钱买它的什么金币 还是买什么的 对 可是它说这个的话是 也不会有任何其他的购买 要求 你就是买一次服务 对 都可以玩 然后 然后 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就是比较期待 这个 那个 Apple Arcade 为什么 觉得可以 可以花钱来玩玩看 然后 看看手机的这个游戏 就是 我之前就是很少玩到 手机的游戏 玩那些 付钱的 这样 然后我很想要 因为我觉得那些付钱的 值感都蛮不错的 然后我想要体 体验一下 就是 手机上面也可以玩到 值感不错的游戏 因为现在的那个 Apple的这个 iPad 都支援的 有个 一个framework 叫Metal 他们就是 可以做很 很厉害的游戏 这样子 Metal Metal是一个 就是开发的一个framework 嗯 前几年开始 就Apple有这样做什么的 做游戏 嗯 对 所以加速那个 如果要做游戏的话 所以现在游戏都很漂亮 如果真的要漂亮的话 会非常漂亮 因为他们可能是 底层是用Apple 那个Metal 做的 所以你其他的服务 就是可以玩到 很漂亮的游戏而已吗 就可以让我觉得 诶 这个 iPad 或者是iPhone上面 也可以玩到不错的游戏 对 我很期待是说 能对手机的游戏 比较改观一点 这样子 就对我来讲 目前手机的游戏 就是小游戏 然后 比较 跟那个 比方说 PlayStation上面 像我玩Horizon那样的游戏 没有那种很大作的那种感觉 小玩那种很大作的感觉 的游戏 大概是我自己的想法 不过这个服务啊 Apple Arcade 这个服务跟 Apple TV Plus 跟Apple TV Plus 一样 他也说 目前还没有决定 月费要多少钱 对 像那个Apple News Plus 就是说 月费是9.99美元 那 Apple TV Plus 跟 这个Apple Arcade的话 就没有说 月费是多少钱 那你觉得 应该会多少钱 这就 要谈到 我 我节目一开始 埋那梗就对了 什么梗 就是我稍早提到就是 Apple TV的 Apple的 Apple TV Plus 我觉得 很难成功啊 除非它比Netflix好很多很多 这样子 那大家可能会 转去看 Apple TV Plus 不过也有可能是 我也订Apple TV Plus 也订Netflix 就对了 我什么都订 这样 我想说是 Apple这些服务 如果要成功的话 我觉得有个可能 就是 他们现在有那么多服务啊 但他们可以把 所有的服务 再打包一次 比方说 像 Adobe 把那个Photoshop 跟Illustrator 跟InDesign 跟After Effects 跟Premiere 包成一包来卖 就是 你月付多少钱 这些软体都可以用 那如果 Apple把原本 听音乐的 这个Apple Music 然后跟 电影的 Apple TV Plus 跟 玩游戏的 Apple Arcade 跟 看杂志的 Apple News Plus 包成一包 哦 然后用超低的特惠价 打死对手 这样 Apple可以这样玩 这样玩会成功 我觉得不可能 一定成功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 不是没有可能 我觉得 他们不会做这种 消价竞争的事啊 这个其实 对他们来讲 他们也会获利 不一定是消价 就是你要想哦 就是如果他们 要推这么多服务的话 他们就好像 Adobe 他们为什么要把所有的 这些软体一起合起来 打包一包来卖 他们这样不就亏到了吗 这样减价的话 这样算减价来订阅 他不是亏到了吗 我不知道 阿多比的计费方式 嗯 他没有分开计费的吗 他有分开计费哦 分开计费 也有合在一起的哦 分开计费可能 没有 没有那么贵 然后合在一起的 比较贵 可是 没有 五六个软体 加起来那么贵 就对了 就有点像Apple 这个感觉 嗯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因为 你看Adobe都这样做了 嗯 Apple也可能这样做了 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就代表他 就是 他们一定会成功 这样子 我觉得好处是一定会成功 把这些 嗯 服务包在一起的话 就是 哇 这超心动的 又可以看电影 又可以玩游戏 又可以 看 又可以听音乐这样子 又可以看杂志 然后只收你多少多少钱 这样 然后这样对Apple也有好处 为什么 因为如果 订阅数少的话 对他 就是如果你分开来卖的话 比方说像 嗯 这个 嗯 杂志 你分开来卖的话 杂志可能没有很多人要递 那可能花很多广告钱 在 嗯 找这些客户 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Apple TV Plus的话 可能有些人就 去 嗯 买Netflix 可能也要花很多钱 来找 Apple TV的客户 可是如果你把这些 全部都绑在一起 一起卖的话 哇 他觉得超超值得 那一些广告费 都全部基本上可以省了 然后就 一次得到很多 很大量的客户 我觉得是 有可能就好像 Adobe 一样就是把所有的 嗯 所有的软体包起来 卖的感觉一样 就是他们不用 再花多余的 广告费去 再赚那些客户就对了 嗯 嗯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 也不一定就对了 跟老婆讲的一样 也有可能是不可能 这样 我自己觉得是 蛮不错的 而且是绝对可以 打趴索的对手 这样子 嗯 嗯 这我的想法 哦 嗯 好 希望他成功 哈哈 这样 那 不过这些幅度还没有开始 所以 就这样 不仅还没开始 而且台湾要 要 订阅的到 我觉得应该还有的等 嗯 所以我都不知道 这次发表会到底在发什么 哈哈 看不懂 所以 应该大家都是 不是很关心吧 说好的SE呢 iPhone S iPhone X 什么 10S SE iPhone 他们 本来 大家想说 这个 发表会啊 之前Apple就说 这个发表会 应该都是 发表服务 就是软体的部分 应该不是软体 应该是服务啊 他们的这个 嗯 电影服务啊 这些的 没有硬体啊 可是大家都会猜 有没有iPhone SE iPhone SE就是 嗯 Special Edition 特别的版本 之前有发了一个 小小的 手机 那现在有说要发 iPhone SE 2啦 第二个SE的版本 结果没有发 对啊 那上个礼拜 是有发一些 硬体就对了 发了什么 AirPods AirPods 2 嗯 还有 i iPad iPad mini iPad Air 可以用Apple Pencil 可以用Apple Pencil的 iPad 就是普通的iPad 是可以用Apple Pencil 嗯 还有一个 还有发表iMac 也有升级 电脑 iMac也有升级 对啊 iMac也有升级 它都是外表看不出来的 每一个 它们有共同特色 就是外表看不出来的升级 它就是性能 一直强调性能多好又多好 对 那那个 像 iPad mini的话 或是 是那个 iPad Air的话 现在就支援Apple Pencil 那Apple Pencil 是一代的Apple Pencil 蛤?再一次? 就是它们现在支援 Apple Pencil 以前 以前你不能用 Apple Pencil 在那个Apple Pencil上 在iPad上面 iPad mini上面 不能用Apple Pencil 写字 原本就是 除了iPad Pro以外的iPad 不管你是哪个系列iPad 都不能用Apple Pencil 没有没有 之前可以 在2018年 有一个很平价的iPad 可以 哦 去年有一个 有一个可以 对 那今年的话 就是多了iPad Air 跟iPad mini 哦 mini 之前iPad mini没有 这样 所以 iPad mini的话 就是我们都有用过 我跟老婆都有用过 iPad mini就是 比现在的手机再大一点 可是又比平板小一点 然后大概就是 比那种一般平板小一点 大概就是那个尺寸 就有点尴尬的尺寸 小小的 然后 那个Apple Pencil 一代 它们只需要一代嘛 那一代的话 那个 那个笔又蛮 跟iPad mini 比起来的话 也蛮长的 这样子 就收纳起来 就是蛮不方便 这样 然后写字的话 嗯 嘖 就 不是 而且我不懂 它为什么已经出了二代的 Apple Pencil 还要只能用一代 它是怎样一代做太多 消库存啊 嗯 对 我觉得 然后Apple Pencil一代 就是我们有用过 就是 会滑来滑去 因为它的外表是圆的 然后加上 这个iPad mini 然后它就是 iPad mini它的设计 跟原来设计一模一样 就是旁边也就是 不是方形 是圆的 所以 呃 没有 我知道我觉得 Apple Pencil一代跟二代的差别啊 我觉得影响最大的 当然你说圆的滚来滚去 可是我觉得那是可以解决的方法 我觉得 差别最大最 最 需要改善 然后它已经改善 现在却要只能用一代的Apple Pencil是 充电 哦 对 那很瞎 一代的你就是 一整支笔要插在那个 lighting的地方这样插着 然后你就是突出一整支笔的距 那个距离的 在那边充电 然后超危险的 那很容易就 撞到或是断掉或什么欸 可是现在二代的Apple Pencil 就是它是磁吸式的充电 它就是吸附在你的iPad旁边 对 然后这样吸着就可以充电 我觉得目前现在的做法就是消互存 因为 就是 iPad mini跟 那个 Apple Pencil做太多 跟那个iPad Air 他们的那个设计就是旁边不是平的 他们都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旁边是弯的 圆形 圆弧状的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支援 Apple Pencil 2 因为没办法吸啊 因为它的旁边是 不像现在的iPad Pro是平的 就是这一代的iPad Pro是平的 所以 Apple Pencil 2代可以吸 嗯 那像那个iPad mini 他们现在的旁边是圆形的 所以 那个 二代不能吸上去 嗯 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们只支援一代的原因 这样子 也可能是消库存 然后 如果你用那个iPad mini来写 就是做笔记的话 就是 它 那个大小就是可以一手掌握 就你好像拿一个小笔记本在上面做 那个 笔记的感觉 这样 嗯 我 我是想说 如果iPad mini可以游泳设计啊 就是好像三送的那样就是 像Note的系列一样 就可以把 笔 塞到 那个iPad mini里的话会更好 因为 那个笔就不会 跑掉 这样子 可能塞在那个 嗯 iPad mini里面 嗯 就是也可以充电 这样子 方便收纳 对 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他们在消库存 那如果他们有这样设计 我觉得是非常好 就是也是蛮用心的 蛮什么蛮用心的 在走三星的后路啊 对啊 而且他们 嗯 就是也不会 Apple Pencil也不会容易丢掉 我觉得 是非常好 那也许他们可以设计一个 笔 一个新的Apple Pencil 就是可以塞进去 好像Apple 那好像三星的那个系列一样 不过他们没有 不屑模仿三星 我觉得甚至 iPhone 下一代都可以 直接也支援那个笔 可能吗 就好像 Note系列一样 就直接从那个 嗯 手机里面拔出一根笔 然后就开始写了 不可能 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我觉得Apple什么都 什么事情都是 就是你过了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他们什么都是 应该本来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是慢慢开放而已 像 Apple Pencil 可能本来 iPad mini就可以用 Apple Pencil来写字了 只不过他们没有开放 也许吧 那本来就可以萤幕录影了 只是他没有开放而已 其实都可以做得到 像以前 要破解才能录影 破解iPhone 破解iPad才能录影 那现在是不用破解就可以了 那一天 对 然后像Apple Pencil 是以前不支援iPad mini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支援的 只是他没有 就是没有开放 这样子 那所以 下一代的iPhone 说不定他就可以开放 可以使用Pencil 那为了不让他 掉下 就是会容易丢掉的话 说不定可以 从三星的后路 塞在里面也不一定 不太可能啊 我的想象而已 这样 这就是我们讨论 就是 这两个礼拜 Apple發表一些新产品 反正我对 我就 我对Apple 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 对啊 我爸问我说什么什么的 下一个什么 手机什么的 我说下一个手机 我要买Sansom 最好给我买Sansom 对啊 我就要买Sansom 买给你看 然后有一次我们录 那个 极品夫妻的时候 诶 我买了一个新的Sansom的手机 说实话 Sansom手机真的很漂亮 对啊 已经讲了那么久了 使用起来也很好 我就是没有办法 抛弃那个iOS系统啊 试着抛弃一下 不会太难的 这位先生 你有用过Android系统手机吗 Android现在改善很多了 都那么多年了 你有 你没有把它当作你生活 你只是有摸过 有玩过 有稍微体验 但你没有把它当作 你生活中的那个时候 你不会深刻了解的 我用过 一开始就是用Android 后来用 iOS 所以我就是 没有想要再回去的意思 我就帮大家试试看好了 大家请期待 下次再跟大家讲 就如果真的有买到 一个Sansom的手机 或者是任何一个Android的手机的话 对啊 它有别的拍子的手机 可以试试看看 现在很多耶 我会走Sansom 那个 合起来 打开那个 哎呦 六万块 哎呦 好勇敢 白老鼠 好吧 这是这一集的极品夫妻 感谢大家收听 如果你也对这一次Apple的春季发表会有 跟我们一样很失望 不是啊 有任何意见的话 想要发表 欢迎大家到Facebook搜寻极品夫妻 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给我们 然后跟我们分享 或者是你觉得对我们分享的内容 一些观点你想要发表意见的话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